光丰农会积极推动办理农委会的绿色照护站 提供农村长者共学共餐一起共老 除了体势能运动 绿照站也特别请糕点师傅带领教导长者们制作蛋糕甜点 在绿照站照护员从旁协助之下 爷爷奶奶们是成功的制作了柠檬塔烘焙蜂蜜蛋糕 享用亲手手做的糕点 每一位长者都感到幸福又甜蜜 忙活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将柠檬塔以及黑糖蜂蜜蛋糕拌成品 送进大型烤炉内烘焙 趁着等待的空档时间 在绿照服务员的带领下进行体势能运动来活动活动筋骨 光丰地区农会这一次特别邀请糕点师傅 开办糕点研习制作课程 带领农村长者制作蛋糕甜点 由于大多数的长者们都是第一次制作蛋糕甜点 个个觉得既新鲜又有趣 蛋糕很甜很好吃 光丰地照站 咸咸鲜线烤的柠檬塔以及黑糖蜂蜜蛋糕一出炉 整个绿照站香气四溢 每位长者也迫不及待的跟着自己的成品 拍照纪念大口品尝 十分有成就感 成办推动农委会绿色照护站 今年迈入第二年的光丰地区农会 尤其今年还特别重新装潢 改善绿照站内部设施设备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希望打造友善高龄生活环境 使长者获得妥善照顾 同时提供长者丰富多元的学习生活 让农村长辈们一起共餐共学共老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